有亮亮的扣肉夾起來 還會端腰 相當Q彈 客人在現場大口吃就爬飯 嘴巴停不下來 但這碗好味道 即將成為饕客的回憶 吃二十幾年了 很可惜耶 對啊 很捨不得 五天 一個百十五天 客人說骨頭他就賣了 我把頭髮也賣了 他不小心看到電視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他就一大早就找我起來 都趕快來 今天沒有買頭牛筋 好失望 老主顧不是從小吃到大 就是全家人都愛吃 台中知名的離海乳肉飯 開在原子街的分店 經營了五十年 即將在六月底西登 老闆娘從少女做到阿嬤 每天凌晨兩點 就要起床準備開店 賣到下午三點半 但年紀到了 加上店面是向市府承租 最近市府將把土地收回 新建北區設宅 立豬阿嬤只好結束營業 順便退休 陪伴老台中人長大的小吃 在台中講到滷肉飯 一定會想到離海和山殼 兩家原本都在第二市場 被稱為市場兩大滷肉飯 各有特色和擁護者 後來離海在台中 更是有三家分店 在地的平民美食 這股當地老饕的日常好味道 將成為絕像 臉書的黃國軍羅興 SNG小組 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